大家好,我是小木头 欢迎大家再次来到我的视频频道 今天我们继续分享关于REG的内容 2023年可以说是AI之年 在基于AI构建产品时 如何服务于多个用户是个必然要解决的问题 那么在基于知识库的功能中 如何支持多用户多文档的数据检索功能呢 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 我们所分享的内容呢 基于了Luncheon的官方文档 在这里有一个章节 每个用户的检索或基于用户的检索 首先我们回顾一下基本的REG工作流 我们现在所分享的这个图表呢 是一个naiveREG 或者最基本的REG的工作流 从元素和组件来看 当一个文档要被锁印的时候 会完成如下的工作 文档的收集 数据的拆分 文档的嵌入 向量数据存储 并构建检索器 这是我们已经熟悉的流程 当一份文档被拆分成多个文档分块 再基于invading的API或invading model 来将其向量化 将向量数据存储在 我们偏好的向量存储中 最后呢基于它来构建一个检索器 这也是lan圈框架所支持的一个REG的工作流 我们已经非常熟悉这个流程 那么对于多用户的场景呢 我们当然是期望每个用户的数据 请对自己可见 而对于其他用户呢 不可见 在这样一个工作流中 我们最直接的实现方式 是在向量存储中 对于不同用户的数据进行隔离 也就是VectorStore这里 有的产品 有的向量数据库产品 提供了名字空间 也就是Namespace的概念 这能帮助我们非常轻松的将用户数据隔离 今天呢我们就会以Pinecone 这款向量数据库为例 看看如何为多用户 来构建向量数据存储和检索器 最终来实现基于用户的检索 最终我们期望的是 这个检索器呢 能基于不同用户的 不同文档数据来进行检索 得到相关文档 实现数据的隔离 按照惯例 我依然准备了一份Python Notebook 在这里呢用到了Lanchon 也用到了Pinecone 那在Pinecone这里 我们需要提前做一些准备 我在这里呢 已经创建了一个索引 叫Multi-users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需要来创建 那么创建的时候呢 需要注意按照自己所使用的 Embedding Model来设置 Dimension也就是维度 在使用OpenAI的Embedding Model时候 在这里我们指定的是1536 其他的参数呢 大家按照自己的偏好或需要来配置 另外一方面就是Pinecone的API Key 在API Key这里 大家会看到自己的一份独有的 那么这个呢 跟OpenAI的API Key相同 需要在代码中用到 这里需要妥善保存 除了API Key Pinecone我们还需要一个参数 就是Environment 这也是大家需要记录的 那现在我们就回到这一份Python Notebook 做一些必要的安装 OpenAI Lanchon Pynecone Client 我们会对PDF文件来做索引 那在这里我们用了PYPDF 还有TikToken TikToken帮助我们做Tokenization 这就是需要准备的Python包 接下来呢 就是对一系列密钥和环境的参数 进行配置或读取 这些数据呢 敏感数据我都存放在了 Colab这里的Secrets 创建了一些我自己的Secrets 妥善保存 大家也可以按照这种方式来 管理自己的隐私数据 在读取了这些数据以后呢 我还将OpenAI的API Key 受了环境变量 帮助我们在后续的代码中 能够自动加载 接下来我们看看Pinecone的Namespace 也就是名字空间 如何使用 我在这里会做两个事情 第一个呢 下载PDF文件 两份 一份是Uniswap 版本3的白皮书 这也是我反复使用的 另一份呢 是关于健康报告的 电子化的健康报告的一个白皮书 这两份呢 是完全不同的两个领域的数据 那么下载后 我期望分别有两个用户来进行检索 我们在这里给到了两个用户 user1 user2 Alex和Lucy Lucy会负责创建Uniswap的聊天机器人 而Alex创建这个电子化的健康报告的聊天机器人 这就是我们要构建的一个场景 那么在这个场景之前 我们还需要去准备Pinecone的客户端 我们通过初始化来得到一个Pinecone的客户端 并创建或初始化这个索引 索引呢 我们在这里用到的是multi-users这个index 这是我刚才已经创建好的 那在这里呢 我们来先创建一下 同时注意这里用到了OpenAI的embedding api 那么Pinecone会基于这个索引和embedding 来得到一个向量存储 那我们现在呢 就有了一个接Pinecone的向量存储变量 接下来下载这两份文件 我们分别对它进行一番下载 并定义两个用户 user1 user2 接下来呢 我们分别来加载这两份pdf文件 用到的就是pypdf loader 这是栏权提供的加载器 加载后并拆分得到文档的数组或列表 将其放到vector store 那注意的是在这里 我们为了区分用户数据 使用namespace这个参数 这个参数呢 帮助我们将文档存放在了不同的名字空间中 名字空间我们按照用户名来 这样呢 希望通过用户名来区分不同的名字空间 不同的文档数据 通过这里的执行 就会分别将这两份文档 放在两个不同名字空间 这个名字空间呢 正是以用户名来命名的 可以看到user1 user2作为名字空间 要注意的是 当我们选择不同的向量存储的产品时 比如chroma db face等等这些产品时 需要去确定是否对于名字空间 它有支持 接下来呢 我们先出手化一个问题 what is uniswap 这个问题呢 我们期望的结果是 当loosie来进行聊天 或基于这个向量存储来做检索的时候 能够得到相关的文档分块 而Alex是不行的 因为Alex所有的数据是 关于电子化的健康报告和健康数据的这份白皮书 那它对uniswap是不了解的 我们先出手化这个提问 加载一些必要Luncher的组件 现在我们就基于这个向量存储来构建一个检索器 在构建的时候 大家可以看看我这里的实现 可以有不同的实现方式 我这个只是一个参考 第一部分是关于名字空间或用户的指定 因为我们期望隔离用户 那么在构建检索器的时候呢 也是针对一个用户来构建 第一步我们构建一个user1 也就是Alex的检索器 这个检索器我们设置了搜索的类型 是基于相似度的这个预知threshold 我们给它的预值呢相对较高 0.9 这样呢是在这个预知之上的 相似度达到0.9或以上的文档分块才会被返回 那在这里呢 如果我们通过这种方式构建检索器 来做相关文档查询会发现 这里是并没有拿到任何相似度达到这个预值的文档 大家可能已经注意到了 在这个检索器的构建中 我们其实是用到了两个参数 除了namespace名字空间 还用到scorethreshold 这个预值是相似度的预值 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原因在于虽然通过了名字空间 将不同用户数据进行了隔离 那么在基于一个问题 进行相似度查询 获取相关文档过程中 依然是可以对文档的分块 进行相似度计算 并进行排名 最后得到最相似的一些文档片段 那么虽然问的问题是 什么是uniswap Alex也并没有检索uniswap的白皮书 但是它的文档分块中 依然可能会基于相似度来排名 得到一些高于预值的一些文档分块 那在这种应用场景中呢 我可以认为在当前的文档数据 或者是项量数据中 我期望通过较高的预值 来规避掉一些 其实与提问不相关的文档分块 这就是为什么我在这里呢 都用到了0.9的这个预值 那在这样的前提下 当Alex来进行查询的时候 是不会在他的电子健康数据 这个项量存储中 得到任何与 what is uniswap的问题 所谓的相关的文档 对应的我们来通过 Lucy这个用户来进行检索 可以看到他就能得到 相关性较高的 或者预值 高于预值0.9的这些文档分块 接下来我们换一个问题 我们来问一个关于 电子化健康记录数据的 这些数据呢 就应该在Alex的名字空间中 能得到较好的匹配 也能得到相似度较高的文档 我们通过查询 可以看到文档分块 那么数据来自于呢 Electronic Health Records 这个PDF 那如果我们现在在对同案的 关于电子医疗的数据 相关的提问时呢 Lucy是不能够得到 任何相关文档的 在这个Warning当中 也可以看到 没有任何文档 它的相关性高于了0.9 这就是我们 如何通过名字空间 当然了 还是需要通过预值 相似度的预值 来确保查询 不会得到一些 不相关的文档 那这就是 检索器的构结 当我们需要 真正与用户进行对接 及用户的输入 或用户提问 来基于检索器进行问答时 该怎么做呢 就非常简单了 既然我们已经 用了检索器 我们可以使用 Luncheon的表达式语言 将检索器 上下文环境提问 以及提示词模型 创联在一起 这样呢 我们来实现一个函数 叫ask question by user 两个参数 一个是提问 第二个是用户名 在这里会构建一个提示词 提示词模板是这样写的 基于用户的提问 以及上下文 来回答问题 如果不知道回答案是什么 或者上下文是空 那么模型应该说 他不知道 不要去编造任何的回答 那上下文呢 是通过这个context 这个标签包裹起来的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就可以确保 在提示词生成时 当检索器并没有给到 我们相关文档的时候呢 这个标签中间是空的 那在这种情况下 提供给模型的 这个上下文环境 就没有信息 我们也告诉了模型 在上下文是空的时候呢 就回答不知道 不要去尝试自己去编造一个答案 是Alex他所有的这个电子医疗的健康数据记录 因此呢 在这里得到相关文档 并通过大模型给到了我们一些有效的回复 那我们如果再通过Lucy来提这个问题呢 就会看到这里 因为没有相关文档 获取模型呢 告诉我们他不知道 关于Uniswap也是相同情况 Alex他并不能够得到相关度 相似度非常高的文档 因此呢 在WalletUniswap这个问题的回答上 他得到的模型回复也是I don't know 而Lucy是能够得到有效的回答的 这就是在不同的用户的数据上 如何做隔离 如何在自己的基于大模型应用中 帮助我们实现支持多用户 多文档 那希望今天这个分享呢 也给到大家一些 启示 在自己的产品的开发中 如果我们需要支持多用户的场景 多数据如何隔离 用户数据如何隔离 如何在实际业务场景中 通过具体的搜索参数和检索器的构建 来支持这种应用场景 好吧 那今天分享就到这里 我会将今天分享中用到的文档 用到的代码 都以链接形式放在视频描述中 有兴趣的同学就在描述中取用吧 那就还是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视频分享再见 同学们 拜拜